我自己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科学家他也他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什么 所以呢 有一本书叫做科学家的遗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科学家的遗憾 科学的遗憾还是科学 应该是科学家的遗憾 有一本这样子的书 那这个书里面讲了 这些很多很多伟大的这个科学家 最后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因为缺乏了自我的人士 缺乏了自我提升的这个方法 他们虽然对人类有很大很大的贡献 但是呢 他最后在自己的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呢 很多都是发生了很多很多遗憾的事情 这本书里面一个一个的介绍过了 就是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我自己是什么 这样子 然后哲学也是 哲学家他可以结实这个宇宙是什么 这个世界是什么 他可以结实 然后他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 比如说怎么样去做人 怎么样去这个为人出食等等 他可以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信息 但是哲学家他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去了解 还有就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音乐家 作家等等 很多都是他们的作品 这么几百年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大家都非常欣赏的 非常崇拜这些人 但是呢 这些人也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训练 没有这个自我的这个正确的人士 所以到了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呢 那也就是大家也就很无奈 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 最终还是到最后的时候呢 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 那为什么他们突破不了呢 就是因为没有他们就缺乏这么一点点的方法 如果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方法的话 那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 所以他们肯定是会有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他一定会有的 但是就是机缘不成熟 机缘不成熟 他没有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最后就是就是发生了很多很多 他个人的这个他个人的生活 他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 就是发生了非常多的这个遗憾 那是这样子的原因 那佛教就有一个 有另外一个 独一无耳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 他充分的了结了 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 我们人是什么 我们的省民是什么 然后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 不同层次 在这个层面上 我是什么 还有更高的层面上 我是什么 再更高的层面上 我是什么 他给我们 就是 就缴了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然后我们学到了以后 我们对自己也就是有有这个充分的了解 充分的了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包括科学家 哲学家 比如说他们非常的了解我们的人体 包括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的结构 连这个都很清楚的 科学家 然后就是一个某一种织物 然后织物的这个细胞 然后细胞的结构等等 他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最后他还是不清楚 那我自己到底是什么 我到底要走哪里 我是怎么产生的 诞生的 这些都没有 没有这个满意的 满意的 到今天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 就是缺乏了一个自我提升 自我提升的这种方法 没有这样子的方法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没有培养这个慈悲心 和培养这个智慧 培养智慧的方法 没有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最后的时候 虽然虽然在意识很辉煌 但是到最后呢 就是还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原因 那佛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这样子的智慧 让我们去突破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